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一对亲密无间的婆媳 妈 对不起啊 以前是我任性不懂事 是我的错 以后您看我的表现 说完 徐晶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一股暖流顿时涌上心头 我连忙说 好啊 过去的事就翻篇了 以后咱们一家人把朵朵带好就是正事 你上你的班 朵朵我来带 徐晶吞吞吐吐地说 妈 我想让您把东四路那两间正面房过户到我的名下 您看行不行 反正我们是一家人嘛 以后我会给您好好养老的 我犹豫了一下 那是以后的事儿 等朵朵再大一些 现在不着急 再说 咱家这几套房子 以后还不都是你们的 好嘞 徐晶怀音刚落地 只听楼下传了一阵急躁的汽车喇叭声 徐晶趴在窗边看了一眼 跟我说 她把来接她去医院做物画 我一边红朵朵玩 一边沉浸在婆媳握手言和的喜悦里 一个小时后 徐晶回来了 我问她 做完物画感觉好点没有 徐晶铁青着一张脸 没搭我的话 而是黑旋风一样走进她的房间 一阵叮叮咚咚收拾东西的声音之后 徐晶提着大包小包走出来 弯腰抱起正在玩得躲躲 一句话没说 砰一声 甩上门走了 我呆若木鸡 一头雾水 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儿 一个小时前还在掏心掏肺给我道歉 一个小时后 臭毛病又犯了 这是翻脸比翻书还快的节奏 我给儿子李磊打电话 让他问问徐晶为什么一言不合就翻脸 当晚 儿子发了一个小视频 视频里 徐晶透哭流涕 请求李磊不要离婚 说他以后一定会好好和我相处 他发誓 以后要是再犯毛病 就任凭李磊做出任何决定 看完视频 我心头的怒火总算消了一点 但我告诉李磊 他以后自己回家来可以 徐晶不许进我的家门 我说这话也是忍无可忍 要知道 徐晶隔三差五不给我添点赌 他简直就觉得人生太乏味 事情得从六年前说起 一天 李磊说自己谈恋爱了 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 我很开心儿子感情有了归宿 就盲问女孩是谁 李磊告诉我 是我们N年前住鸽子楼时 邻居蔡秀梅阿姨的女儿 徐晶 我一听 头嗡的一声就大了 随口一句 怎么是她 这么多年不见了 你俩怎么搅合在一起 李磊于是把他和徐晶的故事 简单地给我讲了讲 大致是这样的 李磊在省城大学毕业后 一次回校办事 偶遇了徐晶 当时徐晶正读掩儿 两人叙了叙旧 李磊请徐晶喝了杯咖啡 后来就经常来往 作为一个母亲 我警觉地问他们 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 李磊不好意思地挠挠头说 该发生的都发生了 我的头再次嗡的一声 我深知蔡秀梅的脾气 如果李磊不把徐晶取回家 她不会善罢甘休 而且一定会闹得沸沸扬扬 我叹了口气 唉 儿子 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招惹蔡秀梅的女儿 以后可有你受的罪 李磊拍拍胸膛给我立诗 说她一定会听我的 如果徐晶敢对我不惊 她就给她好看 其实 我担心的并不是只有蔡秀梅 还有蔡秀梅的老公徐连海 我老公因病在八年前去世 临走前 她拉着我的手 让我一定要给儿子 找个性情温顺的好姑娘 她说 她不放心我 我个性软弱 怕以后被儿媳气到脖子上 怎么会呢 爸 有我呢 儿子可不是一个软柿子 我会照顾好我妈 李磊没有食言 她和徐晶相处了两年后 有一次 回家来气势汹汹地告诉我 她和徐晶掰了 原因是她骂了蔡秀梅 原来蔡秀梅提出 李磊和徐晶结婚可以 但是得把我家两间门面房 过货给小两口 李磊一听就炸了 说凭什么 八字还没一撇 就惦记我家的房产 蔡秀梅气恼地说 李磊不懂事 最后竟然说 你爸死了 你妈要是再找个男人 房产不是让外人占了便宜 李磊一怒之下 冲出蔡秀梅的家门 站在楼下 把蔡秀梅 卖了个狗血喷头 这事在鸽子楼 被传为佳话 蔡秀梅人品不行 看热闹的人 多得排长队 从那天以后 李磊和徐晶分手了 我心下暗喜 有其母必有其女 我一直都不赞成 李磊和徐晶的恋情 分了正好 谁能想到 分手一年后 徐晶心不死 眼泪汪汪地向李磊求和 说他爱她 爱到骨子里 没有李磊 他活不下去 年轻人的事情 谁也说不准 李磊经不住 徐晶苦苦哀求 又吃了回头草 得知他们和好 我好几天夜里 都睡不着 以后要是和蔡秀梅 徐连海结了亲家 我还不得被气死 儿子的婚事 提上日程后 蔡秀梅提出 必须有套房子 这没问题 我只有李磊一个儿子 老公病逝前 就已经以李磊的名字 全款买了房 听说有的房子 蔡秀梅哼了一声 说谁家现在娶媳妇 不是十万二十万的彩礼 她女儿是研究生毕业 比我儿子文凭高 彩礼自然不能少 那就十八万八千 我笑了一下 蔡秀梅 你是卖女儿呢 蔡秀梅脸红脖子粗的 想和我掰扯 李磊当时 又血冲上了脑袋 吼道 这婚老子不结了 爱咋咋地 爽 李磊拉着我就要走 徐连海慢悠悠地发话 那就八万八 蔡秀梅见状 知道李磊不好惹 哼了一声 说那也行 彩礼说定了 蔡秀梅又提出 我得给儿子 买了二十万以上的车 以后有了宝宝 租入也方便 我问她 我家全款买房 又给了彩礼钱 这车 无论如何 也轮不到我家买吧 再说 我家有现成的车 他们想开就开 蔡秀梅像被蝎子 遮了似的 一下子跳起来 不行不行 那是你老公 开过的车 开死人 开过的车 太不吉利了 不行 必须买车 我女儿研究生 下嫁给你儿子 本来就不公平 不买车 这婚就不结了 李雷脑门子的青筋 都抱了起来 我怕她又犯婚 赶紧按住她 毕竟以后是亲家 闹得太难看 会被人笑话 我知道 蔡秀梅 这是在要挟我 徐金怀孕 已经三个月 不看僧面 看佛面 看在未出生的 孙子份上 我和李雷商量后 给他们买了一辆车 钱对于我来说 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老公生前是包公头 挣了不少钱 目前我住了一套房子 给李雷买了一套 家里还有两间 地段不错的门面房 可我万万没想到 这几套房子 差点成了 杀死我儿子的元凶 结婚后到了月份 徐金即将待产 他向我要求 去全市最贵的月子会所 我拒绝了 我又没班上 正闲地发慌 早就做好准备 亲自上阵 伺候儿媳妇和孙子 徐金不答应 挺着大肚皮 哭天豪地 说我不重视 他肚子里的孩子 他娘俩如此不受待见 他还不如把孩子打了 李雷怒气冲天 念在他正有孕在身 我劝儿子不要动气 别骂他 不就互相让一步 我掏钱 给他找个金牌月扫 出院后 在自己家住着也方便 我当着李雷的面 给了徐晶 一万五月扫费 他拉着一张臭脸 把钱接过去 一句话没说 后来的后来 李雷告诉我 月扫钱 还是他自掏药包的 我给的那一万五 被徐晶吞了 徐晶生了个女儿 出院后 我赶紧收拾东西 去了儿子家 准备尽到一个婆婆的责任 没想到 蔡秀梅也来了 他双手插腰 站在客厅里告诉我 得在客厅安放一张行军床 我问干啥 他指着几个房间说 月扫和孩子住主卧 徐晶单独住一间 李雷住书房 剩下一间客房他住 而我 只能住客厅了 我气不大一处来 什么 我买的房子 你让我住客厅 你算哪根葱 哪可算 李雷这时候走过来 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 如果非要有一个人 住客厅的行军床 可以 这个人就是他丈母娘 蔡秀梅一看 李雷冰冷的脸 嘟囔了一句 到底是在人物眼下 不得不低头 得了 住就住 只要你们不怕 我女儿被气得回奶 徐晶我再了解不过 他脾气再大 也拗不过李雷 因为 他虽然研究生毕业 但面试公务员受挫 最后找了个 很一般的小公司 工资才三千挂一点 而李雷虽然本科毕业 但他加盟了一家 培训学校 讲科费年输入几十万 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在家里 李雷有绝对的话语权 他曾和我说过 如果徐晶懂事还好 太任性的话 他不会迁就他 半夜 我听见孙女的啼哭声 忙起身 聚想看看咋回事 没想到推开门 竟然看见蔡秀梅 正在客厅的行军床旁小便 哗啦啦的声音 把我雷的外脚里难 我问他 有卫生间为什么不去 他不好意思地说 住鸽子楼没卫生间 提尿壶习惯了 蔡秀梅的话 让我想起以前 住鸽子楼的情景 楼梯又抖又黑 做饭挤在楼道里 厕所公用 没洗澡间 洗个澡 还得去外面的大众一吃 还好 我老公勤勉能干 给了我和儿子 越来越好的生活 而蔡秀梅一家 仍然住在鸽子楼里 徐梁海开的车 据老邻居说 也是借钱买的 我不是说 嫌弃他们家条件不好 物质条件再不好 也能慢慢过好 只要他们能 和和气气的就行 我这人最怕的 就是遇见左京 没想到 我的俩亲家 不但是左京 还是心狠手辣的左京 朵朵很快一岁了 我给买的漂亮小衣服 徐梁收了后 从没给朵朵穿过 过一周岁生日 她给朵朵 戴了一项手工毛线帽 穿了一件手工毛背心 要多香气 有多香气 徐梁逢人变快 你们看朵朵漂亮吗 姥姥之的帽子和毛衣 可是千金不换的 好 从那以后 我一毛钱的东西 都不再给朵朵买 省钱谁不乐意 自从朵朵出生 徐晶在我面前 越来越放肆 李雷不在场的时候 从没给过我好模样 这都不说了 有一次 她万蛮不情愿 带朵朵来我家 第二天朵朵发烧 我们一起下楼 准备去医院 我因为忙着 给孩子拿奶瓶和水壶 慢了一步 徐晶站在车前 冲我大吼 磨蹭什么你 磨磨唧唧的 你想害我女儿 真是没见过你这种人 我听了一愣 坐在驾驶位的李雷 当场发飙 徐晶 你再给我妈吼一句 信不信我休了你 徐晶当即不作声 前不久 徐晶又和我闹了 一场不愉快 李雷开车 带我去商场买衣服 送我回家后 她出去办事 徐晶鼻子不是鼻子 眼不是眼 指桑骂怀地说 自己没老够 硬要拽着儿子陪 买衣服 还不是花的我的钱 我一听这话 你家的钱 不是我儿子赚的吗 她给自己妈 买几件衣服 还成了罪过 而徐晶自从生了孩子 一直就没上班 有什么底气 说这种话 我打开门 出去 以后不要来我家 当着我的面 徐晶打电话给李雷 说我欺负她 李雷一句话对回来 那是我妈 你不想过了就说 大情小事的幺蛾子 徐晶和蔡秀梅 干了一件又一件 没法细细表述 每次婆媳矛盾 都与徐晶的失败告终 我庆幸 我儿子娶了媳妇 没忘了娘 这次 我直接表明以后 徐晶不许进我的家门 李雷当晚在她家 把徐晶东西收拾了一顿 她提出离婚 徐晶嘴硬说 离就离 谁怕谁 你把咱这套房子买了 钱平分我就离婚 李雷说 你倒是想得美 房子是我爸妈全款买的 即使是我的名字 那和你有什么关系 离 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娶媳妇 最恨的就是对我妈不尊敬 徐晶当场下跪 痛哭流涕地反悔 说都是她的错 以后不敢了 然后就出现了 她向我道歉的这一幕 没想到 刚到了钱 她爸带她做个误化 回来就又翻脸了 我就想不明白 我一天天地想忍 想宽容 可最后徐晶从来不买账 毛病到底出在哪 没等我想明白 我接到交警队的电话 李雷出事了 她开车去临时出差 在下坡的时候 车子突然不受控制 幸亏她反应快 转到路边护栏上 命大 除了一点擦伤 其他都无碍 警察认定这事有蹊跷 于是展开细致 缜密地调查 调查发现 车子制动系统 被人不拙痕迹地破坏过 而且就是前一天的事 李雷想起 他丈人徐连海 说自己的车在维修 前一天刚借过他的车 经过警方调查 发现 的确是徐连海做的手脚 徐连海懂修车 目前在一家修车行打工 徐连海被靠走的时候 我问他 徐连海 你为什么这么狠心 要置我儿子以死地 他可是你女婿啊 徐连海头发乱糟糟的 眼睛通红 没有回答我 没费多大周折 我和李雷就搞清楚了原因 听着录音笔里 蔡秀梅和徐京的对话 我头皮一阵阵发麻 徐京哭着说 妈 你看看你们弄的 这是什么破事 不但李雷毫发无损 我爸还进去了 这要是让李雷知道 我爸想害死他 就是为了我和朵朵 能分他的遗产 他不得弄死我 我说当初 我就不该嫁给李雷 你们非要我嫁 不就是看中他家 几套房子吗 什么时候 你们也能为我想想 蔡秀梅哀叹一声 也是哭着说 还不是都怪你爸 那个毒鬼 要不是他欠下一屁股债 咱家能把日子 过成这怂样 女儿啊 以后好好和李雷过日子 毕竟他会赚钱 想找个比他好的不容易 你爸欠的债 只有靠你慢慢还了 徐京叹口气 唉 上次我爸带我去做物化 我说给婆婆道了欠 他劈头盖脸 就把我一顿骂 说我没出息 不但没把房子要来 还给他道哪忙子欠 其实 我婆婆人挺好的 以后我不能再做了 李雷收起录音笔 朝我苦笑一下 妈 对不起 我没照顾好你 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我先去趟公安局 我告诉他 回来后立刻去离婚 不得耽误 这毒蝎一家人 我们惹不起 但躲得起 有些人就是这样 放着好好的日子不够 非要搅混水 被金钱蒙蔽了双眼 到头来只有一个结果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痛吗 活该吧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